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贷款呢 它也不是说一定只有30年固定 30年还清 那其实还有20年的 有10年还清的 那主要是那个long term还清的期限不一样 也就涉及到你每一个月呢 你要付的供楼的那个款 供楼款的那个金额的大小 当然你如果30年固定的那种 你30年就还清 所以呢 你每一个月的payment就会相对比较少 你的压力就比较小一些 好 那你20年的话呢 是between在30年和15年中间 那当然payment呢 也是between20和15年的中间 但是15年的话呢 它因为是30年的一半的期限 那你就还清了这个贷款 所以呢 你每一个月要供楼的那个款子呢 相对来讲要比30年20年都要高一些 好 那可能会不同的贷款金额 它的payment不同 你可能每个月会高个五六百 六七百 甚至一千多 或者是两千多啊 所以呢 看你们自己家庭的那个budget 就是预算 还有你们的承受能力 好 来选择那个贷款的long term 不同的年限 当然也是要看你们本身的个人或者家庭的收入 W2也好 那个自雇主的那个K1 business的income加在一起 或者说有别的房屋的rental的租金收入 各方面 看你们的收入的情况 来qualify不同的贷款的年限 那15年20年的贷款要求就对收入方面呢 自然会比30年的都是要高的 10年固定也有 可是每个月的payment真的会挺高的 一般的家庭是比较少选10年 除非他们收入相当的高 或者说承受力很大 那基本上会选10年还清的这一种 好 那如果说单讲long term是30年还清的呢 它里头分三种 基本上目前做的多的都是三种 就是说一个30年fix全部固定 另外一个呢是30年还清它是叫arm 也就是说你五年还清五年的arm 七年还清七年的arm 但是所谓这个还清是指说 你在五年里头你的利息是固定不变的 那七年的arm的话呢 就是你七年里面你的利息是固定不变的 可是呢到了expiration date 比方说五年的多一天开始呢 你的利率可能就不是你之前的固定的那个利率了 它会按照当时的市场是多少的利率 会帮你来调整 所以五年的arm七年的arm 其实也是把你的贷款呢 分摊到整个30年才还清 并不是五年就全部还清了 也不是七年就全部还清了 不是这样的 对 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说 我只是要短期拥有这个房子 比如说我是来留学的 我是来这里签约工作的 那我打算五年以后我就要回去的话 像刚刚讲的这种五年的arm 感觉起来似乎也是蛮划算的嘛 因为它利息在这段时间蛮低的 它如果预计说五年以后 可能就把房子卖掉了 那这个也许也是一个参考的方法是不是 对 所以按照你自己不同的情况 你将来有什么plan 你自己可以灵活的来选择 像你刚才讲的留学过来 或者怎样短期的 那你不需要拿那种30年完全固定的 因为你五年可能你就离开了 或者换房子了 你就选一个短期的 那payment也不会很高 因为它分摊30年那种来的 对 利息呢 相对的又要比你拿如果整个30年固定的 它会低蛮多的 还是挺划算 如果它有这个打算的话 是挺划算的 好的 所以如果我们一般人 现在就是一直在观望着 哇 这个还可以再更低吗 再更低吗 其实现在已经超级低了 如果我们是一般这种 好辛苦在维持它的credit 每次都是800多分的 然后这个收入也是稳定 都有再进来的 credit非常好的 现在想来做贷款的话 到底他们可以拿到最低的利息 是有多低啊 可不可以 曼莉卡跟我们讲一下你的经验 这个其实说 首先每一天的利息 大家都要了解 就是不是固定不变的 是在贷款的时候把利息锁定了 那才是你的利率固定住了 不管五年七年 三十年 十五年二十年 那如果说第二天利息涨了 跌了 银行根本不会帮你调 因为没有办法调整 你锁的是当天的那个利率的那个市场 好 那如果说像你讲的这种情况 我们只能假设说它什么都很好 什么都很excellent 定有分数 然后那个买价和那个投款 直接Long-to-valid的那个比例 什么都是最好的 好 那一般来讲 现在如果说你四十万 你带五年的ARM的话 基本上只能讲今天 as of today tomorrow不管了 差不多呢 基本上就在2.25 对 那你如果拿 可能更低 二两个percent 一点多 那当然还要算一个APR 就是还有一个closing cost 那你也可以选择的是做no point no fee no closing cost 好 那如果也可以再选自己付closing 那你的利率还会再低个一档 或者多少要去查才知道 好 那closing cost你要自己付 对就是这样子 哇 这个利息真的算是我来美国二十几年最低的一次吧 这么的划算哦 所以相信很多人都会想说 哎 赶快哦 这个如果自己现在利息非常高的话 赶快去重贷 或是现在买房子的话 赶快仔细算清楚怎么样可以 拿到这个这么好的一个利息哦 我们先来休息一下 待会回到我们节目现场之后呢 再请我们会客室 今天的大来宾 Money卡毛 再跟我们多聊聊哦 如果呢 我们在这个 做贷款 在买卖房子的这个过程中呢 常常会遇到什么问题 是我们华人最难理解 最不容易克服的 我们休息一下 回到节目现场之后呢 再跟我们的Money卡 好好请教 马上回来 聚会到我们的名人会客室 我是小米 今天呢 我们的会客室来到大来宾 这是我们资深贷款专家 Money卡毛 那刚才跟Money卡学到好多 关于这个 现在的这个固定利息的这个贷款 因为来到历史上的这个最低点哦 所以我们刚刚有问到说 30年啊 5年澳吗 7年澳吗 怎么样操作才是最聪明的一个贷款方法哦 但现在很多的这个我们的 在做贷款的人 常会有一个痛苦的地方哦 在讲说现在呢 我们每次去抢房子 一抢到都要加价 还要再加 然后好不容易加到了哦 那去做贷款的时候 有时候会发现说 好像这个估价是去估了价钱 跟我们加价的这个价钱 加完之后 这个数字是不对的哦 那这样子再贷款的时候 常会很头痛咯 因为这样贷款屁不下来 该怎么办呢 Money卡 可不可以帮我们想想点子 帮帮忙呢 好呀 这个是最近很多 我的客人也经常会遇到的这个问题 而且很头疼 OK 他们很喜欢这个房子 并且呢 也很心甘情愿的加价了 那Seller呢 也很配合 看到我们出的那个pre-approval的信 各方面他们就愿意给他了 offer接受了 耶 庆祝好开心啊 然后就开始 看esco啊 做贷款 那好 我举个例子 然后开始 过程当中要做估价了吗 那他们也知道说 哎呀 那反正现在是加价的 我也加了两万块哦 那可能我的估价出来 大不了就是 补个两万块的现金进去 也能搞定了吧 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可以的 可是估价出来 少了七万 两万 是七万 那回 到了赶紧他们去问Seller Seller说 不可能啊 我们做过市场调查研究的 那个你最多加了两万块 估价绝对是差两万而已 怎么会是七万 好了 估价出来就是七万 那赶紧再换一个估价式 因为估价现在都是通过一个 AMC的order center去order的嘛 那他们马上再assign 给另外一个估价式 而且我们从来不touch那个 Base words 那个appreaser的 都是他们blind assign的 OK 再assign一个 也是白人的估价式 主流 做出来 还是这个情况 那怎么办 赶紧做giffen了 海外去凑钱 这边的亲戚 父母什么的 赶快凑钱 再凑多五万块 接接巴巴往前move 最后终于closing 简直是过山车一样的 紧张的不得了 对 所以这个问题 最近大家都是 时常会有碰到的 原因是 你都在加价 那新的加价的esco 有些要60天才closing啊 所以从你大家现在开始加价 你现在做30天的话 45天的话 你closing的时候 人家新的加价的esco 60天或者90天都有的 有些新房子也是加价拿下来 它半年以后才盖好房子 所以那些coms 根本support不到 你目前这个点这个市场 所以呢 你这个啊 估价比你买价要低个 几万 两万 三万 四万 五万 六万 七万 这个在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房子 最近是经常有发生的 OK 所以呢 我是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说你在要offer一个房子之前 你最好是把他这个房子的地址 去做一些search 就市场上自己去调查一下 search一下 类似的一个mile 两个mile最多 之内三个mile之内的 附近跟你相同类型的 类似的不是完全一样 但是类似的房子 然后再去offer 然后呢 你如果真的是打算说 我要一定要拿到这个房子 好 我的头款呢 可能我准备的也就这些了 相对 万一估不到 我真的这个 这个洞会补的 有点点大 是 找你的lender 因为lender呢 他可能会跟估价师 都是有一些connection OK 那他会帮你去找 有一些熟悉的 有 有多点经验的那些估价师 一个两个 把你的地址发过去 把整体的大致讲一下 估价师会帮你去 在他的系统里面 先帮你做一个评估 那回馈回来的消息 基本上会 还是属于蛮准确的 所以呢 就是估价师到时候 他会回馈回来 比方说你offer价是103万 他说只能是98万呢 那中间有5万块 好 或许说这只是一个例子 或许这个洞可能补的 还是再大一点怎样的 好 那你这个时候呢 估价师他跟你讲的98万 但是他一定还会跟你讲一句 就是说到时候还是要看 具体进去这个房子 做估价的时候 各种features各方面 再会总就是总结一下 看看能不能再把你 比方说是只能是98 对吧 再把你提高提升上去空间 或许说装修非常的豪华 非常的材质非常的好 那可能再给你加个两万 那如果说还是要进房子里面 去做估价的时候呢 会看到里面整个的features 它的upgrade 或者说超质量的好材料 做的整个的房子的 那个upgrade的那个level 都是有在加价升值的空间 所以也就是说整体的 他还是要step in 这个subject的appraisal的site 看了之后 他可能会告诉你 比方说103的买价值 有98他当时讲 那之后他可能说 现在可以到101或者102 还是可以有空间调整 也就是说你之前最好是要找到一些 有connection的land的估价 是帮你去等于是摸个底 心中了解一下 说你这个弹性中间的 还要去找钱的那个 多少还有一个方位 你要去准备 如果说他现在出来就已经差5万了 我所有的偷款下去 我都只多1万 我还有可能装修弄弄的 我实在找不到任何钱了 那你就forget it 你这个房子你就不要去看 你去看别的房子了 对吗 有经验其实很重要 知道怎么样帮你解决 如果遇到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功课 然后一步一步的让他加价上去 但所以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 其实还是应该要保守一点 如果你明明知道你的实力 可以买150万的 那我们是不是从120万开始看 然后这个中间有个空间 在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 也比较容易解决一点 是 是这样子 那如果是真的是凹不过去了 或者是真的这个内容 这个符合不上 我们不浪费时间 其实一个有经验的贷款专家 也会很快地告诉我们说 这个已经是最底线了 就不需要再挣扎 那都可以这个 大家把握时间不浪费 赶快再往下一个目标前进 是不是 因为好的利息不能等 这个现在已经低成这样了 如果我们这个 现在这个房子拿不掉 赶快这个角度有三拖 赶快再去找其他房子 然后继续进行 是这样吗 对对对 不要错过这个市场 对 太棒了 这个如果有兴趣 要做重新贷款的也好 又或者是要赶快下手 买自己所住的房子 要快一点把握时间 那今天非常感谢 我们的这个资深贷款政家 Mani Kamal 大驾光临我们的会客室 也让我们上了很多这个 关于贷款的知识哦 那我们期待下次再下会 再继续跟他提交更多的贷款问题 再次谢谢我们的Mani Kamal 谢谢